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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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 《尋找BNO造家移民的故事》节目,是这里 今集有我的许禅,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好了,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再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哇,很厉害 这些BNO女士形容相当多的香港人才 就叫做流失了 去到英国 其实真的相当之多的奇人意识 都说希望去到英国 这个不要紧要 你喜欢去英国 接着你搞不定回流也OK 不过呢 我觉得这些不要回流了 去了英国就永远都留在英国 始终这些人才不适合香港 这些人才作奸犯科方面 或者有不同的 很有心得 吸食的需要 什么叫吸食不是饮食 大家一会听下去就会明白 如果香港这些这么猛烈的人 我觉得他也是不适合去香港 去英国 就是那些什么偷车 又说之前真生活的朋友 Paul Sir介绍你买英国楼的 说半夜三更 会有人在买可乐粉 你不过去惹他就OK 这些香港的尊财 过去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在那里生活 没错 大家都知道 这个BNO签证 究竟是否有案底 或者有刑事记录的人 过不过得到呢 日后如果你定居的时候 就要求你给梁文静 还是怎样 那这里我们就不是深究 他们的申请 不过原来 对一些移民公司 有一些几个零类的服务 专门就帮这些职犯 或者有案底的人 甚至乎有其他很夸张的罪名 曾经犯上过这些刑责 还是怎样的 可能我不知道 现在BNO签证 是否有些事情都要问你 或者你入境的时候 有些什么 这些我们不是百分百清楚 因为我们就不是真正的申请 总之 有一些可能有刑事案底的人 或者犯过某些事的人 可能申请BNO签证出现了问题 现在 所以有移民公司 就看准了这个机会 做了这些另类的安排 让这些 释酬也好 什么都好 可以去BNO做家 重新过去他们的新生活 可以 我们只是分享 他有多猛料 可以再续他的前缘 对 不如我们分享一下 他们有什么精英 好吗 你看看这家公司 是成功 令到一名 曾经干犯过刑事恐吓 以及藏后吸毒工具的 香港的人 拿到BNO签证 你说多厉害 厉害 还要是新鲜滚热辣的那种 出发了没有 8月中的时候拿到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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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再看 另外一会有些深度的分析 这件事有什么事 这个人曾经参与过 在公众地方非法打斗 还有两次藏毒案例 也成功在8月14日 获得BNO签证 恭喜 好 下一位 麻烦 好了 另一位人士 曾经干犯过的偷涉罪 还有 曾经欺瞒过移民局 在加拿大移民局 留有他签记录 而他也成功在7月14日 获得BNO签证 耶 好 那下一位 恭喜 真是惨 这个是什么呢 哦 就是成人受养人的成功案例 这些就是申请人 他的伴侣有案底 担心影响全家的签证申请 不过也不用太担心 都叫他搞定 好了 那我们下一单看看 这个是轻弱点 这个是专家的 是吧 案底 这个是细版中的细版 6次案底 4次偷涉 曾经被单次监禁6个月 单次而已 哈哈哈哈 不是相似 不是相似 不是啊 试过被他签的 对啊 被他签都可以 也得到BNO签证 哎呀 哇 这家移民公司真是聪明 哎呀 哎呀 好惨啊 香港喪失了多少的人才 这些是犯罪的天才 好了 我们看看下一位 哈哈 那位 这个又是轻弱的 只不过是违反三次交通条例 包括毅家追加和不小心架势 哈哈 即是 杨明也可以 杨明应该不是太问题 哈哈哈 他想去应该没问题 是的 好 接着继续 麻烦你 还有没有 哇 39 这个大件事 39 透视管有危险弱环 哦 现在 成功拿到BNO签证 和老婆子女 团聚了 在英国团聚了 哦 好 恭喜 哦 即是 可能妻儿的那些 就先过去 可能因为他有这些 商人39 又有他人 很多不同的东西 前至新 究竟行不行 咦 即是远些 阮文安那些都可以的 可以找他帮忙 可以 是的 阮文安应该没问题的 是的 坐完出来 就可以了 我们还有没有 好像还有 还有还有 这个厉害了 曾经的藏偶攻击性武器 以及自称三合会会员的 试过撤他签 但是也阻止不到他获得BNO签证 哇 好厉害 恭喜D先生 恭喜恭喜 真是 哇 厉害 没有想过 这些黑社会 是不是想过去BNO做家洗底 战拳脚 洗底应该不会的 你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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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过去看看英国有没有什么社团 可能需要的 是的 不同的社团 有这样的需要 那就去到那边 可以壮大一下BNO的声势 对吧 对吧 厉害 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情况 难以想象 例如是如何 我们要多说一些刑事恐吓 或者床有的吸热工具 究竟是怎样 是 我们要说一下 它的细节 给大家看看 背景是怎样 例如刚才说到 刑事恐吓 还有床有的吸热工具 他是怎样 事主是已婚 说自己是有持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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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然后就说喝大两杯X水之后 神志不清醒 就走了 X水 是的 回回私家车的时候 这个瘋子还想醉驾 然后就想想 先打个桂桶 有个士巴勒 然后就说出来 然后就说了一大堆东西 通常这场搞事就录到差不多才报警 才够杂料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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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也很大机会被租赠入了 这个在公众地方的严重伤害类似的理由 是他签 我知道BNO签证的门栏 亦比起过往就紧了 所以就找相关的移民公司 他说难度在于什么呢 因为案底在近年发生 太新鲜了 所以移民局会要求大量的法庭文件 例如要帮他如何描述 例如都是用士巴勒和电钻链吓你 也没有伤害你 观感难看少许而已 难看少许而已 还有他喝了酒神智不清 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应该从轻发落 所以说要帮忙 怎样帮忙 怎样搞到他当然不告诉你 是 真好 很搞笑 刚才提到有一个偷窃罪的 为什么他未婚 他的同性伴侣是BNO签证的持有人 事主在成年之后因为撒野 所以留有案底 在2021年的时候 他打算申请移民加拿大 不过可能他太忙 所以忘记了要申报自己有案底 所以加拿大移民局一查就看到了 所以就说他以不诚实的理由 拒签他的申请 他知道自己被加拿大拒签后 会不会对其他英联邦国家的申请 会有影响呢 加上自己又没有什么投税 如何在有案底的情况之后 可以申请BNO签证成功 然后就找他们帮忙 例如英国的移民局 会视这些曾经虚报个人资料的人 就会说他没有承讯 加上有案底的观感就极差 同性伴侣也没有结婚 所以就需要交多些真实性的文件出来 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所以说有这么复杂就说到这么复杂 交什么文件呢 即是说同性婚姻香港没有这件事 你怎样证明你们是伴侣呢 他当然会说到自己很神 很圆还是怎样的 他这样引你来打电话问我 对不对 他可能会说 我们是由英国资深移民顾问和律师主理 协助过千家庭成功申请移民 是值得你信赖的移民专家 即时找我们了解一下 恶感 申请代办代签税务课程一对一 英国注册税务资讯 度身订造移民时间表 英国升学支援住屋 海外运舍支援 渡部安居支援 一蟾式为你服务 哇简直很厉害 你在香港打遍天下无敌手 真的把粉倒在桌上 拿鼻子一刷 申哥 AA加 漂亮 AA加 毛奸道第一集那个 叫梁朝偉索答 AA加 即是梁朝偉 如果他没有被林家栋 打了夜年纸巾 他可以移民都可以 绝对没问题 有他帮忙 一定行 真的有些人过去 我跟过韩芯 可不可以过去 哈哈哈哈 试试 哈哈哈哈哈哈 真是正啊 不如再说完那个 六次案底 四次是他人 一次是监禁 好吗 是这样的 事主的背景是已婚 伴侣是有BNO这半 他六次案底是怎样的呢 一次藏有他人身份证 一次违反香港逗留条例 刚才说了四次他人 再单次监禁 就蹲了半年 所以其实他一早就被他签过了 历时一年半之后 终于能够成功申请BNO签证 可以去做英国人 耶 有趣的 他签我都可以申请 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是2022年3月入旨申请 9月被他签 12月再重新入旨 难度在于什么呢 据移民公司说 因为观感是极差 另外有一次判监四个月 换营两年 原本要再蹲多次 幸好不用 是 换营 还有 你藏有他人身份证 违反香港逗留条例 英国的移民局 也很有机会 可能对于你 是很藐视这些法律等等 再加上 你四次偷东西 移民局都会觉得 是相当过分的事 当然 这个移民公司就说 成年犯案 并没有改过自身 仍然继续多次犯案 是有负面影响的 所以我们要帮你 量度一量 究竟如何跟大英帝国 说一说 如何能够帮到你 最后都能够成功申请 哇 很厉害啊 相对地 罪假那宗都叫做 湿湿碎 湿碎 罪假真的湿碎 根本都不当是什么案例 这么严重都可以 对啊 你想一想 蹲过监都可以 多厉害啊 试这些人叫做无事法律的话 你都可以让他过去 甚至乎OK 没问题 再批 大家的标准不一样 好像这些 这个BNO人士 四次盗涉的 在英国盗涉 好像平常而已 可能每一天都发生很多单 有些人进屋 有些人打破汽车玻璃拿东西 很多时候 你根本没办法可以结案的 只是当地警方要你 保险就算了 所以可能 因为大家的标准不一样 所以连这些人才 都批出这个BNO纪录 会不会这样啊 真是不知道他为什么 我也觉得很离奇 不过不要紧 我们不是帮这家人推销 先说清楚 不过很厉害的 除了这些刑事 蹲监之外 他连那些人 父母那些身体问题 都可以搞 原来 身体问题也有搞 好厉害 当然不是帮你搞定身体 有些人 搞定的Visa 对 搞定的Visa 为什么他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都仍然要坚持过去英国 自由空气 是否问自由空气会好一点 有一个爸爸 他的静曲张也有帮助 有一个爸爸说有胃酸倒流的问题 妈妈说有甲状腺癌症 两个申请BNO签证都被他签 然后女儿已经去了英国 所以要重新部署 如何帮年老的父母过去英国 因为一个都66岁 一个都59岁 我不知道是否一索自由空气 他会帮助这些胃酸 涌回到胃里 涌回到胃里 立即舒缓了 就是甲状腺癌症 狗带鬼吃得下 什么都通过了 就是会不会这样 甲状腺癌症是没有事 立即变了 所以是很夸张的事 你有什么的前后矛盾 有什么的问题 还是怎样 这些移民公司帮不帮你 是真的 我也觉得很奇怪 很难以 你这样宣传 会不会有商品说明条例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他应该要拿出 实际成功案例的人事 现身说法才是 因为我觉得很难相信 说到这么夸张 你都可以搞得怎样 你还说到有些人事 已经是之前他签过 他签完之后 经过你身 经过你来处理 竟然就可以成功获得 他们有什么办法呢 是否有些懂得什么人 还是有些什么神通 可以搞得好呢 真是这么厉害的 是的 不过怎样也好 如果真的这一类型的人 偷视罪 岸底王 息囚 还是怎样 如果你们真的 这么夸张 英国 如果真的看到你们 都要的 对于法律那方面 叫做无事法律 还是怎样 都列你这样的人 一些无事法律的人 都能够去移民的话 恭喜你 快点 一家大小就走进去 英国 快点去吧 因为我怕他会继续 蠢蠢欲动 又会在香港再犯案 我们猜不到英国吸纳 这么多这些另类的人才 真的 除了恭喜之内 我也是只能说恭喜 是 我也是 好了 我们这次暂时到这里 好吗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